巴黎奥运田徑男子400公尺决赛 当地时间7号登场 来自美国和英国的田徑好手 赫尔和哈德森史密斯 并列本届夺金大热门 起跑后哈德森史密斯一路领先 不过旧赛抵达终点之际 赫尔迎头赶上超前对手 以0.04秒的差距 击败对手封王 也跑出个人最佳成绩43秒40 遭逆转超前的哈德森史密斯 跑到终点后一脸错愕 虽然错失金牌 但还是以43秒44的成绩 拿下银牌同时也刷新欧洲记录 而女子200公尺决赛 则是由来自美国的27岁好手 唐马斯拿下 她以21秒83的成绩 力压对手摘下金牌 这不只是她个人生涯的第一面金牌 也是美国睽違12年 再度在这个项目中夺金 而汤马斯本人还是哈佛毕业的高财生 冬奥后再拼金牌一举夺金 一元金牌梦 TVBS新闻综合共导 TVBS大运动家 运动迷一起竞技的殿堂 马上下载 跟中华队一起 All Win